春天到了 大风天也来了 今年春季各地发生了多起大风拔铁路沿线的风筝 气球 甚至是踩钢瓦等吹到列车供电网的接触网上 导致列车降速 甚至停运事件 3月11号 太阳铁路山西段就因接触网搭挂异物影响列车供电 导致三列火车降速运行 铁路职工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0分钟后 义务清除 列车运行秩序恢复 每年春季 铁路线上都会发生锡脖子 塑料袋等低空漂服物 搭挂在接触网上 引发列车降速运行 甚至逼停列车的事件 我们在遇到大风天气时 加强线路巡视检查 争取第一时间发现安全隐患 及时清除接触网上的漂服物 把对列车正常运行的影响降到最低 3月10号凌晨 新疆库尔勒也发生了铁路接触网搭挂异物的情况 铁路员工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今年以来 新疆铁路已处理接触网搭挂异物184件 其中58件导致列车迅速运行 铁路部门加大了对铁路沿线义务隔离网周边义务的清理 减少义务挂网的风险 针对大风天气 徐员高铁与供电部门加强对铁路接触网与输电线路寻查 及时清理高铁沿线鸟巢轻飘杂物 消除线路运行安全隐患 我们每天两次对高铁牵引战供电线路和跨越高铁线路进行特寻 检查线路设备本体缺线 以及线路周边运行环境 尤其春天 像放风筝等异物等情况 及时发现影响铁路安全运行的隐患和缺线 对于人工巡视发现不到的死角 我们采用无人机进行拍照询解